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有约 然后他再叙述一位老奶奶 他小时候因为非常的胆小 然后缺乏勇气 所以他一直无法完成他的梦想 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一个小男孩 然后跟他许下了约定 然后他还渐渐的有了梦想 有了勇气 这个李宗盛除了由美的母岛 也有留在里面 这部队也带着面固跳舞 影响出不同的动物世界 那是第三幕的部分 第三幕部分就是 他们已经许下约定了 然后小男孩实现他的约定 然后带着小女孩 一起到了山上看童话 然后我们可以使用了 很多客家的音乐 因为这次的是童话舞剧 所以我们就呈现了 比较优美的 可爱的部分 今天好久 大家是真的美丽又老子 但是不要说是有用的寸费 这两天白天 都是为了要点现一段完美的演出 10月6号 新体日婚上 7点半 看西波大桥 记得我们有越哦 城下所在 想要看里龙舞独教已经很不容易 那是要演出 有此一段里龙独 是更加困难 因此一段记得我们有约 只演出一段 想要到过一个 在某港的礼拜日安眠 可以来一座华丝大丘 记者的礼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